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国家体育总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杜兆才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杜兆才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利,严重破坏足球领域政治生态 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接受他人宴请 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寒寻时不如实说明问题 公器私用,靠体育吃体育,靠足球吃足球,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大搞权钱交易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工录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杜兆才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连结纪律和生活纪律 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 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与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 决定给予杜兆才开除党籍处分 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所涉财务一并移送